光复乡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42% 即便全乡有10个部落文件站 但还是有大多数长辈没有办法获得长照2.0政策的照顾 而由于圆明会今年核定新站额度不多 在森多州少的情况之下 今年提报申请的部落是抢破头 竞争很激烈 为了能够从全国100个新设部落文件站案中脱颖而出 光复乡大同村卯足全力 不仅场地以及居服员人力都已准备就绪 负责简报的大同村长更透过SWAT分析传达设置的急迫性 政府常照2.0推动设置部落文件站至今 全台将近400多个部落文件站 今年全台总共有100个部落申请设置新的部落文件站 由于增多州少 各部落可说是强迫了头 来实际来勘察 然后最后再可能再过一阵子来做最后决定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圆明会的长官 对我们光复乡的建议 那么重视谢谢他们 光复乡即便目前已有10个部落文件站 但是都集中在东侧的太巴朗部落区域内 为了不让市区以及马台湾部落长辈 周车劳顿 因此今年有3个部落已经提报争取设置 主委一将巴鲁尔透过了实地会刊 了解在地部落长州2.0 部落文件站设置推动执行难度与面临的问题 也深刻了解地方增涉需求以及击破性 圆明会也将会进一步协助地方解决 让部落长州2.0政策服务不打折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